接下來要講的合力就是現在考試會考 現在考試裡面的非常簡單 其實根據我們前面教過的三角形法 首尾相接 兩個力如果同方向會怎樣 就直接接起來對不對 就加起來對不對 所以兩個力如果同方向 合力就是兩力相加 三公斤重五公斤重方向一樣 合力就是八公斤重 三角五公斤八分 用三角就知道合力就相加 這時候合力最大 大小等一下會再提到它 知道合力最大 那方向如果相反呢 過去又回頭對不對 過去還要回頭 兩個力怎樣 相減 所以五公斤重 三公斤重求合力 方向相反 五減三叫做兩公斤重 現在考試問的求合力幾乎都只剩下 同方向跟反方向 同方向就相加 反方向就相減 同方向相減 相加最大 相減最小 反正它會提到它 所以就是求合力的方法 相加 相減 那如果是垂直呢 用垂直三角形法 就是畫這個畫出一個叫做直角三角形 它就有所謂的勾骨弦定理 避式定理就可以求合力對不對 很正常 所以一邊去看你就知道了 好 三角形法 手尾相接畫這個直角三角形 就知道勾骨弦定理 避式定理就可以求合力 這個應該算重要 但是現在連這個都很少考 連這個都很少考 就考那個同方向相加反方向相減而已 夠簡單嘛 夠簡單嘛 就求分這樣做 OK 勾骨弦定理求合力 OK 那你就會曉得 我們同方向甲角是0度嘛 反方向甲角是180度嘛 那同方向0度最大 對方是最小對不對 所以表示兩個力 甲角如果越小的時候 合力就會越大 甲角越大的時候合力就會越小 所以有人會問 畫兩個人抬個水桶 問你說要怎麼樣抬那個會比較神力 好 因為合力要一樣 那這兩邊的力量比較小 要產生一樣大的合力 那角度要怎樣 小 角度要小一點嘛 那小人就會這樣問問 OK 甲角越小合力越大 甲角越大合力就會越小 很正常 那根據我們在數學上學過的 三角形的定理 如果我畫出一個三角形 那麼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兩邊差小於第三邊 所以剛剛三角形嘛 畫出來的合力 就一定會比兩個力相加要來的小 要比兩個力相加要來的大 那為什麼有個等號 就是不是一個三角形了 同方向跟反方向就相等嘛 等於相加跟等於相解 所以會不會很好吃 剛剛我跟妳講說 同向相加最大 反向相減最小 在合力的範圍 所以考試問妳 有一個三公斤重 一個五公斤重 兩個力求合力 下列何者 不可能是它的範圍 可不可以是七 可以嗎 比八小 可不可以是四 可以嗎 比五減三二來的大 可不可能是一 不可能 因為五減三會有二對不對 可不可能是九 不可能 因為五加三次會有八 這樣子而已 很簡單 所以合力的範圍就在 兩力相加跟兩力相減之間 相加最大相減最小 夠簡單吧 兩個力範圍如此這般 用數學學過的三角形 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兩邊差小壓力就知道了 OK 那麼如果沒有指定分力的方向跟數量 分力的方法有無限多種 假設我現在再有個力 按照我們三角形法 這兩個力的合力是它 這兩個的合力也是它 對不對 你有無限多種 那如果不要兩個可以搞個三個 可以搞個四個 那你會有幾種分吧 無限多種分吧 所以如果你沒有指定我分力的數目 我分力的方向 一個力的球分力的方法有無限多種 那我們怎麼處理 我們通常就指定兩種 兩個力 而且要互相垂直 一個叫做垂直分力 一個叫做水平分力 未來考卷上的題目 如果需要用到分力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子處理 分解成一個垂直一個水平 一個垂直一個水平 來處理 所以我們平常就習慣把它分解成 互相垂直的兩力 如果不指定數目 不指定方向 分力的做法有無限多種 我們習慣上指定兩個力 而且要互相垂直 要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最後 這是一個特殊的角度 數學應該有教 就是45度面的問題 公普選定就知道1 等下三小型嘛 1 1 根號2 30度是要記的 30度就是要 30度所對的邊是斜邊的一半 斜邊是2 30度對的邊就是1 60度是根號3 正好啊 30 45 60就是2分之根號1 2分之根號2 跟2分之根號3 2分之一 2分之根號2 2分之根號3 是它的邊長的一些關係 有一些題目會用到 有一些題目會用到 那是不見得會用到 橫的有幾格 直的有幾格 你看格就知道 你數格就知道說 橫的有多少 直的有多少 你就不需要去背這個關係 但是還是建議你背下來 某一些題目會用到 30度所對的邊是斜邊的一半 60度所對的邊是斜邊的2分之根號3 45度的是2分之根號2 這是一個特殊的角度關係 希望你能夠記住 OK